行动党料获分配一名部长及两名副部长的名额 其中,仅以303票为差落败的行动党柔州主席刘振东料也将受委上议员,出任副部长职 西蒙在本届大选能攻下柔福州执政权,行动党出力不少,除了上届斩获的古来、居鸾、巴吉里、伊斯坦达公主乘四个国席都成功守土之 外,也从马华手中夺下拉美式国席,共囊括五个国席,与柔州土著团结党所囊括的国席一样多,仅次于柔州公正党拿下的七个国席 行动党在柔州上阵六个国席,唯一隐恨的国席是由刘振东和马华熟里总会长拿都司里为家祥上演王者之战的亚裔弹国席 为家祥获得17076张票,刘振东则获得16773张的票数,多数票303张 东方日报叹息,刘振东成为行动党在本届大选的遗珠,但他此次以微差票 数落败亚一但国席被视为非战之罪,也可说是获得最多民意支持的受委上议员 在柔州基层的吉利劝说下,加上必须考量在党内的政治势力,原本坚持不宜走后 门方是出任官职的刘振东,很可能接受献议,受委上议员,再出任副部长 此外,柔州行动党两名女将也在内阁名单中,从政经历丰富的后任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预料将会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后任巴基里国会议员杨美盈则预料受委为能源,科技及环境部长 张念群已是三届议员,2008年大选首次上阵沙登国席,成功中选,2013年大选,南下柔福,上届古来国席,拿下这个元属于马华的白区,509大选,他成功圆区首途 在党务方面,目前担任行动党国际秘书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杨美盈505大选出阵雪兰州百乐镇州议席,以多达3689张多数票中选,成为雪兰俄州议会最年轻的议员 本届大选弃州公国,从雪州南下柔福,上阵巴基里国席,成功保住该国席,他目前担任该党全国副宣传秘书 杨美盈出现的原因,据传是由于他拥有剑桥大学高级化学工程硕士的高学历,获得敦马钦点入阁 上述名单按照惯例都是无风不起浪之说,可能性相当高 若刘震东或伟为内政部副部长,张念群受任为副教长,教育部及内政部政府部长都是来自柔州 内政部长为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李坚里让后任国会议员丹斯李慕尤丁出任 教育部长是来自柔州的土著团结党后任新邦令金国会议员马智李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不过,由于完整名单尚未出炉 柔州行动党名额也有可能出现变动,最终还是要等待敦马正式宣布为准 我们下期再见